中国的龙文化起源甚早 商周青铜器上的龙文蕴含着何种文化内涵 为何说龙文是商周青铜器上具有统治地位的文师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员教授毕经伟 近日就此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进行解答 在毕经伟的办公室里 摆放着各种青铜器研究资料 桌上的青铜器复制品是毕经伟向人们讲解龙文时最直观的矫距 毕经伟称公元前2000年前后 中国已进入青铜时代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 早期的青铜器文式大多是简单线条组成的几何文样 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上最流行的文式是寿面文 奎龙文 这些文式多与龙密切相关 至春秋中期 前期流行的抽象文样摔落 盘齿文迅速流行 盘齿文也就是一种带脚的一种小龙文 通过卷曲的形式来体验在这个青铜器上 它是在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早期是最流行的文样 那么比它稍晚一点出现的还有一种盘回文 盘回文它是从春秋晚期开始比较流行 那么在战国时期它和潘齿文都是并列为当时青铜器上最流行的文样 碧经伟称龙文在商周青铜器主体文式中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 是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文样 这也反映出了商周人对龙的崇拜 龙既可以翱翔于九天之上 还可以沉浅于九元之下 所以它是能够具备通天彻地的这种能力 它在获得这种神性的同时 也给我们祖先也完成了这种共同天地的这种期望 所以它具备这种共同天地的这种能力 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青铜器上 包括其他的一些鱼器上大量的商周时期的鱼器上也都是刻画的龙文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碧经伟告诉记者 龙是想象中的动物 现实中并不存在 但自新石器时代起 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龙的形象 商周时期的龙形象数量更多 分布更加广泛 这说明龙作为一种精神上的信仰 致迟在商周时期就已形成广域上的文化认同 那么龙呢我们刚开始它是在一些 只有一些比如说都城遗址或者比较高等级的这些遗址中 或者是高等级的牧藏中出现 那么到了这个商代 我们看到的很多青铜器上都有这种文样 它由原来的这种高等级贵族 慢慢已经辐射到这个中下层的一些贵族这个层面了 在碧经伟看来 经过八千年左右的精神滋养 龙最终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文化标识 信仰载体和情感纽带 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龙是中华文化史更续不断的见证者 龙的历史是中华文明起源 传播与融合的历史 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